那么联合国最新公布了 目前在乌克兰已经有402万人逃离乌克兰了 这个数字大概是每11名乌克兰人中就有一个人去逃难了 除了有400多万人逃难之外 估计在乌克兰境内也有650万人是流离失所的 这是刚刚来自联合国的最新的数据 另外这个战争可能会持续的来拉长了 来看到俄罗斯最新宣布了 在俄罗斯当地南部跟中部机场的禁飞令 现在还要再往后延了 要延到4月7号 还有另外一个真心消息是这一位在韩国的网红里根大卫 他之前说他要去乌克兰是帮忙打仗 外界质疑他是作奖蹭流量 但是他现在终于现身了 他在自己的IG上PO出最新的作战的照片 他澄清说我没有逃跑 而且他说我仍然在乌克兰的前线作战 而且他还透露了 他说他是被分配到特殊的作战部队 他说我一直在前线作战 但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透露更多的其他讯息 好 最后一个讯息来看到 是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遭到西方国家制裁 并且宣布他们说各国要用卢布来采购天然气 好 虽然西方各国都拒绝了 来 有国家已经受到影响了 这个国家是G7的轮值主席国 德国在今天最新宣布了 现在在德国境内发布了天然气供应的紧急情况 早期警报 德国官方他呼吁民众 省着点用天然气 要民众节约能源 好 虽然当地的德国经济部长 他是强调他说这只是一项预防性的措施 但是在当地已经开始发布警报了 目前德国的天然气的锄量 大概是只剩下25% 能维持多久官方说不知道 但是他们现在呼吁是民众赶快省着点用天然气 放久了好像你就不知道 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就不用担心 他只要把这个倒进去三分钟 三分钟就可以升成4公升的水神 4公升很够用了真的 那这一组大家扫这个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已经开始上架了